大盘又创新低 反唐琴还有没有希望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发沟 欢迎收看今天的复盘视频 在今天的盘面上 我们可以看见上证指数和创业板走势上出现的一致 都是一个探跌回升的走势 之所以会出现一个探跌 主要是因为外围市场的一个利空影响 我们拿道琼斯指数来讲 道琼斯指数在隔夜是冲高然后跳水 虽然最后下跌幅度只有0.89% 但是它的振幅很大 所以杀伤力很强 因此今天我们的A股回调幅度相对较大 并且上证指数在今天盘中是创下了一个新低 但是随后出现了回升 这是因为目前我们A股已经是超跌严重 这里的话是有反弹的一个需求 好 我们再看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领涨的板块说是旅游酒店 煤炭行业 航空机场 量级行业 旅游酒店是因为1045旅游业发展规划发布 这是一个利好刺激 煤炭行业延续了走强 航空机场主要是和目前的这个村运有关 量级行业超跌反弹 但在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像电池 风电设备 电机 光伏设备 这些新能源板块也是出现了一个反弹 但反弹的力度相对较弱 今天领跌的板块主要是前面的热点题材 像我们前面所讲的抗疫概念股 以及数字货币 还有国防军工 好 我们再看一下成交量 截止到下午2点过5分 两次的成交量只有8000亿 这个成交量相比于上一个交易词又缩量了 我们预计今天两次的总成交量只有万亿左右 那么一个缩量的调整问题并不是很大 然后就是北向资金方面 今天仍然是一个净买入 并且流入幅度还是相对比较大 这说明外资仍然在抄底 好 那么接下来大盘怎么走 我们又该如何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日线图 在上证指数日线图当中 我们主要注意尽端的走势 在3519的时候 大盘形成了一个转折K 并且展开了反弹 但是受制约60均线的压制 连续三个交易词都未能突破 并且重心略为向下 但是又站在连线之上 因此这是一个反弹的区间震荡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上涨中继 所以在此前发个的观点就是 上证指数会震荡反弹 回调到连线附近会展开反弹 但是因为外围的一个利空影响 今天是直接跌破了 那么这种走势相对而言就已经是失败了 那么接下来大盘大概率会走一个区间震荡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模底阶段 因此对于目前的市场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 在区间的低位抄底 然后在区间的高位进行一个高抛 模底阶段 我们主要就是区间的高抛低息来操作 但是总体来讲的话 发哥认为 在货币政策偏宽松的背景之下 并且A股是处于一个超跌低位的情况之下 后市A股大概率会展开一个震荡反弹 好 具体的走势 我们再看一下上证指数的30分钟走势图 在这里我们主要注意一下 近期上证指数在30分钟级别走势上形成了一个底背离 所以在今天午后也是出现了一点反弹 那么在短期之内的话 大盘 大概率会去上冲一下上方的缺口位置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抄底是比较合适的一个策略 好 指数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我们是以9公共的形式来呈现市场当中的9个板块 但这9个板块也是近期发哥看好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证券板块 证券板块在回踩连线之后走出了四连阳 昨天是一个放量阳线 今天是一个缩量的整理 从走势上来讲的话 目前依旧是具备反弹向上的这种机会 所以在操作当中可以做一下高波低息 但是总体而言是看反弹 然后是银行板块 银行板块在近期 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走势呈现了一个放量反弹 并且在昨天是突破了连线 今天回踩的连线走了一个震荡行情 总体来讲的话 银行板块的重心已经开始向上 我们关注联报预批评的朋友应该清楚 近期银行业相继发布了联报预告 总体来讲业绩增长预期还是相对较好 好我们再看一下白酒板块 白酒板块从去年12月之后展开了回调 在近期回踩到了半连线重要支撑 当然也是前面的一个城马密集区 一方面超跌严重 另一方面下方寻求到了支撑 所以在近几天再展开超跌反弹 但今天也主要是靠白酒板块护了一下指数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煤炭行业 煤炭行业在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强势上涨 我们可以看见 目前站上了所有均线之上 在前面发布分享煤炭板块关键的时候就说过 煤炭板块目前总体的位置是处于一个相对低位 只要在上方缺口之下 那么还是以反弹为主 所以这个板块在短期之内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水泥建材 这是基建方向 在近两个交易制主要是调整 又再度回踩到了20均线附近 那么这里实际上也是一个强支撑位 发哥认为这个板块是可以去抄底的 因为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历周期政策调节会加强 水泥建材这个板块是有持续表现的一个机会 好我们再看一下风能板块 风能板块在回踩到半连线附近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目前下跌的动能相对减轻 实际上在今天风能板块总体的表现还是相对不错 后市主要是看一下能否走出量来 那么这才能走出一个持续性 但从中期的走势上发哥认为 风能板块是作为一个中期高成长高紧气度的方向 中线操作没有问题 好我们再看一下猪肉板块 猪肉板块在昨天是一个放量反弹 但也有冲高回落 今天是直接出现了一个低开沙跌 但是成交量方面还是说的相对比较好 所以这个板块目前来讲的话 大的风险没有 仍然是看震荡反弹 并且发哥认为在接下来 猪肉板块5-5是有机会走出来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板块今天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 在前面我们分享观念的时候就说过 数字货币板块是一个边拉边洗的走势 在经过一波上涨之后 大概率会进行一个区间整大 或者叫做区间洗盘 因此目前我们的操作思路 就是维持在区间之内做高抛低吸 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半导体板块 半导体板块在近三个交易式 都是一个调整并且跌幅相对较大 但是发哥依然觉得半导体板块在联报行情 是有机会表现的 因为半导体这个板块在去年业绩成长非常好 并且在去年5到8月炒作了重爆行情 去年10月到11月炒作了三级爆行情 那么在联报预披露期 同样也是有机会展现一波行情 所以目前我们的思路就是逢低聚分批低吸 潜伏联报行情 好今天的扶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发哥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